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星期二早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總理李強發表了他任內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的全國GDP增長目標是5%左右 有經濟學家就說 2024年是疫情管控放開之後的第二年 發行效應逐漸消退 中國需要擴大總需求 放鬆供給約束 提增市場信心穩住房地產 中國實現5%的經濟增速不會有問題 據了解國家財政部向全國人大提交的財政預算案顯示 中國今年的軍費預算是16,000多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7.2% 增幅與去年持平 至於港澳部分 李強表示要繼續全面準確、堅定不義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針 堅持依法治港、治澳、落實外國者治港、 外國者治澳原則 支持香港、澳門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、 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、積極參與越港澳大灣區建設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、保持香港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行政上官李家超早在北京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 下午和在京港生進行座談 之後見傳媒時 表示對總理在報告提到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感到很鼓舞 李家超也再次表示希望在北京生活的港人 能擔當香港的代言人和金鳴片 向內地的朋友多些宣傳香港 而他的北京行程也已完結 提早一日回港 星島頭條記者郭穎恩在北京報道